澳洲促中国吸取俄乌战士战略失败教训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提醒中国政府 应吸取俄罗斯在乌克兰面对战略失败的教训 阿尔巴尼斯星期天在前往西班牙首都马德里 出席北约峰会途中 接受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访问时指出 俄乌战士促使民主国家团结起来 无论他们是北约成员国或澳洲等非成员国 针对有意收复台湾的中国政府 应从俄乌战士获取什么信息 阿尔巴尼斯说 这场战争显示 任何通过武力对主权国家强加改变的企图 都会遭到抵制 中国政府在未来统一台湾的问题上态度明确 近年来在台湾周边地区加强海空军事演习 美国及其盟友称 这是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日益强硬的一种模式 澳洲新政府上任后 同中国正在寻求重新恢复外交接触 然而两国仍存在很多外交关系紧张因素 包括中国在太平洋地区不断扩大影响力 对澳洲出口采取惩罚性措施 以及两名知名澳籍华人被拘留等 阿尔巴尼斯将与日本、韩国和新西兰 这三个亚太国家的领导人 一同参加北约峰会 然后前往巴黎与法国总统马克龙 举行修复关系的会议 阿尔巴尼斯周一在马德里落地后 举行记者会时证实 他上任后已经与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 进行了首次交谈 并称那是一次非常有建设性的讨论 澳洲国际发展与太平洋事务部长康罗伊 周二在一个太平洋会议上说 澳洲将设立一所国防学院为太平洋岛国的军队提供培训 康罗伊说 澳洲也将把对太平洋岛屿捕鱼区进行空中监视的经费增加一倍 同时为太平洋岛国提供资金 建造能更好应对海平面上升的基础设施 他指出 澳洲政府知道 安全问题与气候变化问题是密不可分的 太平洋岛国下月将举行太平洋岛国论坛 与会领袖预计将讨论中国 预与十个太平洋国家达成贸易和安全协议的事项 据知 协议内容包括渔业 海事安全和警员培训等 澳洲和新西兰将参加这场论坛 这两国近期就中国最近与所罗门群岛达成的安全协议 表示关切 教训是要吸取的 可是别忘记 乌克兰是主权国家 而台湾不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